我們來看一下,各支打密資料的部分有各支打通過的 首先最簡單的,我們先看這邊,就是您的資料的部分 這個昨天,大家有看到一個 這個密碼在怎麼編? 有沒有通關密碼是一路到底的? 有的會啊,對不對?這個通了,那個有通,那個有通,那個也通 真的嗎?沒有嗎?應該都有吧 只要沒有,那個很快的 所以你的秀密碼的方法其實我還蠻介意老師,你可以去參考 這個你打開之後裡面有超連結,你可以直接點過去 也可以直接按右鍵從這邊把那個超連結的部分看到 有沒有?都沒有關係,你看我把這個超連結在這裡 好,你看我把它放大一點 你看,它裡面呢?很多人是用一、二、三次 那不就是什麼? 還在那裡有 這樣也有啊 對啊,你只要是比較僵臨的 你看它密碼是散發大個嘛 對不對? 它一定要混合大小寫啊,加上英文數字啊,特殊符號 那你用那種字連打得到的就比較危險 好,所以你這個密碼在密名的時候,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 還有一個很偷懶的就是鍵盤相迎的 對不對? 看起來QAE WXX 有沒有?很多相迎嗎? 看起來是不規格,但是事實上一猜就出來 因為偷懶嘛 對不對? 所以您可以找看看 這裡面有講了幾個方法 給您做參考 那我們要來看的呢 是 反而是各位現在比較重要的 就是那個 老師有沒有在用Facebook 一定Facebook嗎? 很多人都在問 有沒有玩過上面的應用程序 那這個時候您的貨幣很多都是曝露在外 您在用Facebook的時候有沒有發現 常常會收到很多訊息 訊息也有啦,或E-mail也有好一堂子嘛 對不對? 那我們建議各位老師,其實您可以借你 去一下您的Facebook 您看一下 Facebook的帳號 最好您能夠通過兩階段認證 那如果您有用這個Gmail的 他會有兩階段認證 都一樣 也就是說 今天如果我知道你的帳號密碼 原則上是會進去了 對不對? 可惜呢 如果兩階段認證呢 在你不認可的專制上登錄的話 還要經過手機檢訊的認證 這樣會比較安全 這樣會比較安全 學校有檔 這邊有檔 不過您用那個關鍵繼續檔一下 就是兩階段認證 Facebook 您一定要看您一下 這樣才會比較安全 而且 這裡有一個叫應用程式授權 您可能都沒有想過 您遊戲遊戲遊戲玩過了就留在那邊 您應該要把那個應用程式就關掉 就那個授權就關掉 不然的話他老師會拿你的個資再去 做一些事情 用你的名義去發布 這樣 你很多朋友就都會收到 這個是 請各位才有留意一下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如果有時候老師呢 您在用的時候呢 這裡 還有一個資安的 再給大家看一下 加密的部分 軟體我在這邊有放 但是 我想老師可以自己參考看看 這裡有那個加密的軟體有沒有 如果對老師某些資料夾 比較重要的 你可以把它加密起來 這個不用完全 你點進來之後呢 這裡就有一個執行檔 登登 打開就好了 這個有中文 我特別聽到有中文的 是在看比較不會有問題 那你就可以告訴他 我拿一個資料夾有沒有 拿一個資料夾要做加密的動作 比如說 假設我來這邊 把我這裡面的 背景做一個加密 OK 那你如果要把握 你就按一下 設定密碼 有沒有 假設我做最簡單的 一二三次 紅次 好 這樣子 有沒有很熱 一二三下 不只 一二三 一二三就真的很熱 好 你如果不知道 忘記了 就把密碼顯示出來 OK 一二三 好 那我就按保護 他就會把那個資料夾 的密碼做加密 那麼 你下次要把這個打開的時候 你看 這個已經做好了對不對 你下次要把那個資料夾打開 你看 我們進到這邊來 如果你要進去 有沒有變這樣 就不能看了對不對 那你要打開的話 也是一樣的當次 你就告訴他 拿一個資料夾 我要復原 那有沒有 保護跟恢復都一樣的位置嘛 所以你密碼要打進去 一二三 這樣子 這樣子 就復原 他就把你那個檔案復原 好 我想這個是最簡單的 當然他也可以說另外比較 用那個叫做什麼 叫做那個屁的 就是如果老師有用過 老師有沒有用過那個股票 好 自己 看股票 沒有 如果你有海內股票 不能只有帳號密碼 有沒有很危險 跟這個有關係的 一定很安全 所以他會有一個那個 驚訝 網路上的 網路上的驚訝 那個的話 你有 他也可以用那種單字去做 只是我現在先介紹比較簡單的 就是單純用密碼 所以你會把你覺得說 比較重要的檔案 不想要拖累出去的 或者像教室裡面的電腦 比較 某些比較重要的 你這個把他保護起來 把他保護起來 那教學生就不會不小心去 動到 這也是一個方式 給各位來自做參考 那麼 在這裡呢 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還有一個像是密碼管理 這個也是不錯的 因為現在大廈 大家都很多地方都有設置密碼 所以我剛剛講的 很多為什麼會有一路通的 因為這個方式好記 對不對 這樣就簡單做對話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做比較完整 尤其是跟錢有關的 比如說網路銀行賬號 那你就可以統籌做一個管理 你最複雜一點 你記得就記得 不記得你就用密碼管理 來做一個統籌管理 就比較安全一些 比較安全一些 所以這個是先跟老師講一下 有關加密解密 那最後呢 這裡有一個網站 各位老師可以去看一看 我要這邊直接開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呢 老師有沒有聽過網路上 有一個叫做人肉搜索 請問是不是合法的 人肉搜索 我看起來這個名詞比較不好 對不對 然後我用看一個名詞 老師有沒有找過 你在網路上的知名度 你們有 你這樣有的都有 我才想要找我自己的 你可以找看看 這老師的 不管是你的名字 你的E-mail 你的手機 有空要找一下 你會發現你有很多資料在上面 不管你可能給同學的 或是交到代名的 去某些地方代名的 你會發現真的會脫了資料 那這個時候呢 就建議大家 其實人肉搜索就是 因為你會 在每個地方會留下什麼 足跡 對不對 比如說你去Facebook 那你可以找啊 對不對 如果你Facebook 知道你的名稱之類的 我就去組合腳 是因為可以把你的資訊拼湊起來 那就容易找到 也許 如果 誰說你是蔡其妖苗 啊 雅惠 那種就比較不容易找到 可是如果你的名字是特殊的 那很抱歉 像你在網路上找我的名字 只要跟鄧老公的都是我的 那我就可以 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所以這個人肉搜索 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介紹這個呢 是因為它裡面有很多的 這個每一集都有些文章 老師可以上面去看一看 好不好 所以我們從今天 稍微介紹到這邊 OK嗎 是不是 好 謝謝